有听到声音加一下 有听到 有听到了 好那电脑正常我们就来上 今天的课程 今天是我们30种课程里面的第16种课 第16种课就是电子罗盘配六派洋载布局 就是代表说我们之前已经上过六大派的系统 但是对一些熟的老师 他可能就很了解这六派 只要进到一个房间以后 进到一间家里 进到一个房子以后 就可以用六派其中的某一派 下去判断 这个洋载的急修 那六派通通要把它记起来 其实不容易 所以我就开发了一个电子罗盘 现在已经经过N次的修改 所以工程师也已经改了 好几十次的 终于到现在已经完成 这个电子罗盘的一个配置 我们先把这个课程 大概花个五六分钟 十分钟 讲解一下我们今天主要的课程流程 我们等一下就要马上开我们的 既然是讲电子罗盘 我们就要用我们实际上的软件 然后来套室内或室外的一个景 开始来回顾我们这几个礼拜 所讲解的六派系统的一个详细的论断与布局 好那这里有一个 这堂课的开场牌就是 学历 学历是 是铜牌对不对 那能力 能力是银牌 那人脉是金牌 一个人的思维是王牌 好那你们认不认同 有的人想说我是双博士 好双博士 在这个社会上双博士一定能赚到最多的钱吗 能够交到最好的朋友吗 能够找到最好的工作吗 所以学历 学历再高 不一定 他是最顶尖的 所以一个人的 其实我们一般都是以财产在论断这个人的 这个叫做运势 但是我发觉 一个人活在这个社会上 活在这个民间 不一定是只有 以前来论英雄 对不对 有时候 他的思维 其实很健康的话 他的命运 就会走得很顺 那如果要以纯粹工作事业 创业的角度 当然就是人脉 人脉就是最重要了 那我们今天学这些东西要干什么 学这些东西 跟学历无关 跟能力 有一点点关系 但是你学完以后 你如果要靠这个行业去赚钱 那跟人脉就有关系了 所以人脉在我们人生的运势里面 它算是金牌 对不对 那思维 你要如何把你所学到的去转化成赚钱的一个管道 这个叫做一个人的思维 那我记得我这30年来 跟我一起学命理风水的 的人 现在大概几乎90%都没有在从事这个行业 都是回归去创业或者是去上班 唯独我留下来了 就代表说我的思维会认为说 我如果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 好好的去做一个人生规划 其实这个行业也是能够比我去某一个公司上班了 收入好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人生规划 好 那我告诉各位的就是说 我目前正在 因为火运到了 我们学三眼玄空就知道 明年以后就是火运 就是网络世界 所以我开发了这么多的软件 还有这么多产品 这么多的帮助这么多老师去录制视频 我现在正租了一个网站 花了好几十万 正在把我这30年来所累积的这一些资源 会在网站上面全部呈现 然后只要你们愿意跟我一起走 未来你们就会省掉很多很多的金钱 跟这个叫做时间 因为我的东西就是各位 每一个人你愿意的话 就会变成是你们的 好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手机 因为我们现在开发的软件 大概都是只要能上网 因为它是属于走网路的 只要能上网的手机 iPad或者是电脑 通通可以来用这一套软件 那这一套软件 最主要是要帮助我们做室内 室内规划 因为不管是新你买了一间新的房子 或者一间工厂一间公司 那一定会有所谓的室内设计图 就是整个房子里面的一个格局 那我们现在只要把我们的设计图扫描进来 就是用照相 手机的话用照相 然后就丢到我们这一套软件 里面我们套上电子楼盘 那就可以了解这一间房子的八个方位 是需要怎么去布置 需要怎么去布置 以前没有电子楼盘 大概都是用人工手绘 那现在有了电子楼盘以后 就可以用套板的方式 而且可以产出一整本的规划书 让客户觉得说 哇我们怎么那么科技化 我们那么那么科技化 好那接下来 这一个楼盘 他可以套 一间房子的八大方位对不对 然后可以用六派的洋载学来布局 每一套我们等一下会详细的讲解 接下来我们这个 这个楼盘的软件里面有 所谓的讲义 也有影音教学课程 所以拥有一套电子楼盘的软件 真的可以扫走很多弯路 为什么这个都是永久使用 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 以前有学过 我们这次所教的六大派的洋载学 那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 我肯定的说 你如果学过这六大派的洋载学 哪六大派呢 来这里总共有八派对不对 八载明镜三眼玄空 乾坤国宝 二十四福德 普星水法 行家档眼法 九公飞星 金锁玉关 我们这一次的课程有 教哪几派 来你们 打一下给我看一下 我们这一次的课程 我看看各位认不认真 因为讲过了嘛 课都上过了 我们有谈论到 这八种里面的哪几种 这个都是各派系不同的一个论断跟布局 七派 没有那个二十四福德吧 全部都有 好对 讲的全部都有了答对了 为什么 因为 这八种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讲 但是当然没有讲到非常彻底 因为这八种毕竟从我以前学的时候 每一种至少都要学36个小时以上 三眼玄空是学了120个小时 但是我们讲的最少 因为我发觉三眼玄空 真的很棒的一门学问 但是它很复杂 所以我们这次讲的很少 但是我们有软件 只要你会调我们的 罗盘的方位 一分钟所有的八个方位的答案都出来 所以有的电子罗盘 真的你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习了 因为所有的答案几乎都是在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电子罗盘里面 那你看每一种几乎都要起码 在外面的老师在教都要36个小时以上 这八种总共要两三百个小时 其实我们这一次罗盘只上了大概将近40个小时 那如果你到别的地方要学这六派 学这八派又要花大概300个小时 你说没有花个几十万台币 那怎么可能学的会 但是恭喜你们 这一次你们真的能够把它全部学会 但是学会了以后 要先考考各位的眼睛 因为所谓用眼睛看到的就是哪一派 用眼睛不要用罗盘 用眼睛看到就能诊断 一个房子的好坏 是在这里面的哪一派 是在这里面的哪一派 行家 行家 对 对行家就是不用罗盘 那行家也是只有大概只谈 简单的 左青龙右白虎 前竹雀祸旋禄就是四个方位 好那现在就要用这两个图来考考 来我们看先看这个图 他在看起来乍看之下 因为现在在考行家 乍看之下这个是什么 看起来他像什么 先看A 那接下来看B 3 还有呢 来再发表一下 因为有机会 考考各位就是要让各位勇于去 讲出答案错了也没关系 因为你以后去客户家 你就是要跟他做互动 你去到那边你没有话题跟他讲 那 人就不能 很密切的这个交流 钱就收不多 船 山水 好 你看 是不是代表你们学完了洋仔风水 但是 你到了 一个家庭里面去看 每一个人的观点是不是会不一样 因为有人说牛仔 有的人说山 有的人说水 有的人说船 对不对 好那现在 告诉你 我把他放大 我们先来看这一位牛仔这个 来 他看起来像什么 他其实是在 沙漠中的一间房子 对不对 类似西部牛仔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 好那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 来这个像什么 西部牛仔 是不是一条河 吴梦 然后 这个是人 对不对 你看 所以代表说你看一个 小小的图案 他所代表的含义 是让每一个人 所学的每一个人 他所感觉的是不一样 感觉的是不一样 好这个只是话题之一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叫做室内装潢 如果配上八载明镜 这一套 学问的话 大概怎么用电子螺盘来去测量 你们现在手上的讲义 大概我们以传统的方式 就会看门在哪里 对不对 然后呢 站在室内 站在室内 往外凉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标准一般的老师 门 先找门在这里 好那门在这里 北边在这里 北边在这里 那你们猜这边是什么边 北边既然在这里 你知道八个方位怎么转 那这里应该是 是哪一边 上面这边呢 这里是什么边 是东边 东边 这里是不是东边 好那他 他严格上来讲 如果以门 以入户门 对不对 以入户门从这里进来 他是坐什么 逃什么 这一间叫做坐什么 坐鞋抄冬 对 这是传统的 我们的讲义 之前你们 下载的讲义是这样 这个也是我们在看载的时候 必须要用这样来量 但是因为 八载明镜就是这样 那我们 套完以后 坐西朝冬对不对 坐西朝冬叫做对载 所以 西边叫做湖卫 然后北边 北边叫做 货害 那北边 这个是这个 我们这个楼盘看出去 这里就是北边 所以这边 通通叫货害 所以这一间房间 这一间房间有没有 有没有监到货害 有吗 是不是 有吗 这一边呢 这一边也是货害 但是这一边是钱 对不对 这里是虚钱 虚钱是不是东 叫做西北 那西北叫做生气 所以这样很显然 就是 只要你会量 那八个方位都确定了以后 我们就知道 在八载明镜里面 哪四个地方是 比较不好的 哪四个地方 是比较好的 好 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用你 家里面成员 尽量他如果是 这个 这个算是东四 东四 卦还是西四卦 以这一间来讲 西四卦 西四卦 那代表家里面你要帮他 家里面如果有三个人 那你就要把 西四命的人 安排在 西南天一 湖畏 或者是 西北 或者是 延年 对不对 那东四命的人就 安排在 绝命 因为东 东四命的人 他就必须 去放在东四卦的位置 因为东 逊 离 坎 就是东四命的人 要住的 这个图是 解说这一间房子的 八个房位 但是最重要的 房子本身没有吉凶 不管你是买到东四卦的 房子或者是西四卦的房子 本身他就是房子嘛 哪有吉凶 是要配上人以后才会有吉凶嘛 所以要记得 人命配卦才是我们八载民进里面 的一个重点 你要看看这个家的主人 如果是西四命 当然住到西四命的房子是最ok嘛 那如果这一间房子是东四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像这个是东 他是西四命的人 但是住到东四命的 的卦位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不能选 他是西四命哦 但是房子是东四卦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一些 这是一嘛 一 这个东是三 对不对 一三四九嘛 这个是九 然后这个是四 一三四九是东四卦的房子 但是他如果西四命呢 那当然就要选 选在这个八 还有这个六 还有这个叫做七 还有这个二 因为我们就不要管房子 他是什么卦了 我们只要用自己的名 自己的命卦去配合这一间房子的 同样的那个西四命的人就住在西四卦的位置 那最好办公桌 他要办事的地方最好也都是在床 通通是在西四 这个叫做他本命卦的那四个方位 这样一个八才明镜 其实用法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好那现在 我先来解释一下 电子罗盘 我们为了要 当初就是为了要设计所谓的这个叫做街景 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住在台中 我要去看台南火车站 他到底是做什么朝什么 我们就会透过 等一下Google的地图 去把台南火车站 调出来 然后我们就靠上我们的电子罗盘就知道 这个台南火车站做什么像什么 那就 变成说这个电子罗盘 我们只能 跟刚刚那一个颠倒 刚刚那一个是不是人站在坐在里面 这个要记住 因为没有讲的话你们罗盘大概就会用错 刚刚讲的是 门在这里 我们这样对出去 这个是像 但是我们这一套罗盘 电子罗盘 刚好是颠倒 所有未来你要做室内设计 或者是室外的街景 一扫进来的图 你都要把坐放在这一边 像 放在这一边 这个要了解 所以显然 这一间 目前这一间 他是做什么像什么 来再看一次 这一间 坐东像西 因为刚刚门 现在门是在这里 从这里进去 所以这里是北的 所以这里是坐东像西的 这样了解 好 那接下来坐东像西 我们的这个就出来 是为了配合这个 配合这个 这一间是我的店 目前我就在这里上课 套上电子罗盘 我等一下马上 我们等一下马上去把吉祥黄 用Google搜寻 大陆可能 我就没有那个 大陆因为他封锁Google 所以大陆 就可能你们要去找一套 能够去 调出街景的 然后再来套我们这个电子罗盘 但是在台湾 或者除了大陆以外 Google的地图都可以用 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各位怎么来用 那你看看这个是我实际上用我们的电子 楼盘找出来的 所以一看之下 我的房子是做什么 炒什么 乍看之下 看你们能不能看出来 这一间房子是做什么 做 对上面我刚刚有说我讲 因为 这一套后面 最后面都是叫做做 所以有人说做西北朝东南 OK没有错 我这间店就是做西北朝东南 做西北朝东南 接着我们就快速讲一下 像我们刚刚是套八载明镜 对不对 那我们先套乾坤国宝 这个是一般的 从这里看出去的 那我们就套这个盘 那接下来正确的电子楼盘是坐在这一边 所以他是做东 那只要你去点选这个乾坤国宝 他就会配置这一张的答案出来 这张的这个楼盘出来 那既然是做东 我们直接可以看出来 他家里面的开门 或者方位 只要是在 淫 跟 害 生离 就会有缺点 那什么缺点 我们 真正裸盘的时候再来讲 这个是套乾坤国宝 接下来套 苦心水法 也叫做九心水法 这个是原来的模式 就是往这样看的 那这样看的话 大概就是会 跑出这一张出来 这个叫苦心水法 那这个 罗盘 我们真正要去调 因为图一扫进来 罗盘并没有那么聪明 他就马上知道他是做 做卯像油 做卯像油是要我们用人工去调 因为你给我 你扫了这一张平面图进来 我知道北在这里 那当然我就知道东在这里 所以这个 罗盘是要我们用人工去调 我们今天就要学 怎么来调 那你 未来如果有一 一户人家 要 要你帮他规划 平面图 你就在家里把所有的方位 要布局什么 要放什么开印度物品 要干嘛 要吹材的 或者是吹文昌的 大概怎么布局 通通可以在书面 上面做夜晚以后再去他家里面 那这样的话去到那边 就很容易有一个规划书 慢慢的解释给他听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 用一个科学的角度帮人家做规划 所以我们也可以套用辅兴水法 那我之前讲过了 辅兴水法我们现在用的最多 八彩明镜也要考虑到 还有尽所欲观 这个是辅兴水法 那当然 九宫飞星 我认识很多老师 每年九宫飞星都会飞 那我们的软件里面一样 可以论到50年以后 就是等于今年是2023 那我们可以论到20 2083 我们可能都活不了那么久了 在60年 我现在60几岁 再活个60年就120几岁 那就人腰了 所以够大家用 那每年 他都会变 会变的话 你只要会用这一套 三元这个电子螺盘 那每年在 任何的方位 要做什么样的布局 催旺 通通可以在我们这个 螺盘的这套软件里面 等一下就会有详细的一个说明 好 九宫飞星 配电子螺盘 2023年 对不对 那接下来三元悬空 三元悬空我们没有交很多 但是答案都在这里 好 那接下来 最后一个 24福德 24福德 有一些学生 他学了三次的 因为没有常用 可能在工作上也用不到 他就 屡战屡败 就是每一次 学都说 对对对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到真正会要用的时候 哇 就忘记了 但是只要 会用这套螺盘 你只要把方位 把这里的方位定位以后 这一个 这张 这张是不是 就是我们以前有教 如果他是 来考试一下 如果他是丁三的 那要把哪一个字 对向福德 把油 把丁三的 要把 要把哪一个字 油 把油对 把这个油转向福德 就是这样的意思 转向福德 那现在 我已经把 这样一个复杂的 这个动作 我已经 请工程师把它写在那个软件里面 你只要 方位对了 这个都已经帮你对好了 对好了以后是不是243 总共有12个好的地方 12个不好的地方 243通通帮你标示的 那你要安神位 要开门 要放办公桌 那你就 不要再 去找到不好的地方 来安神位 来开门 或者来放办公桌 所以 我们这一次 讲理器的六大派 其实 六大派的用法都不太一样 但是 你只要用对一派 就值得了 那你现在学了六派 你大概可以了 去找到三派 譬如说柴卫 这三派 找出来刚好柴卫都是在哪里 那铁定就用这个地方当我们的柴卫 这样的意思 知道吗 学那么多就是要干嘛 就是要让我们去收集 这六大派里面 共同点 在哪里 我们就去用它 这样的话就 胜过只学一派的 只学一派的人 这个是 属于24福德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住在美国的一个洋班长 他 我们还没交楼盘 他就急着 想要来断看看他家里面的大门到底开得好不好 所以 那就用了电子楼盘 去量了 好 那我问各位哦 他家是做 做刃 做刃相柄 来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他家做刃相柄 那 门 开在 五方好不好 做刃相柄 做刃相柄是不是要 将刃的下面 刃的下面是哪一个字 做刃呢 来 做刃的下面是钉对不对 好 钉转到福德 我们已经转好了 因为他已经透过这个罗盘来诊断他家里的 钉已经转向福德了 那他家里面 是 开 他是跟我讲开五 五 在五方开门好不好 那你直接去找五方 五方是什么方 打中文 打中文 是不是旺财 哦对嘛 所以你看 以前如果没有电子锅盘 他是不是要用人工 然后 然后再去转 然后到底要 这个锅盘到底要怎么摆 现在只要润方位就好了 好 那如果说做刃相柄 他如果是开在门是开在那个 身 那是这样好不好 开在身好不好 不好嘛 对不对 那很简单 因为身对上去就是肠病嘛 那你就可以 跟这个 这个人讲说 肠病 他在身体上 有什么毛病 你就直接照 楼盘上面的 这些解说 来去做一个 说明就可以了 好我们把讲这个完 我们等一下马上进入我们的 电子楼盘 没钱不可怕 没有钱 还懒惰最可怕 有脾气不可怕 有脾气还不讲理最可怕 老了 不可怕 老了还看不透 最可怕 那接下来呢 人活着 人活着 没必要凡事多真个明白 真的是理 输的是情 伤的是自己 所以真的 活到这个年纪 我要 心里面总是要 什么事都要真个明白 因为真的是理嘛 输的是什么 情 当你赢了 你是不是断掉的情 那到断了情以后 伤到的是谁 是自己 所以要有胸襟的 胸襟的宽宰 决定命运的格局 所以一个人 心胸有多大 他的命运的格局就有多大 你能包容多少 就能拥有多少 这个要切记 你们说 黄老师 胸襟算 宽还是宅 没有人回答 宽 因为 当初在 你公命都交给我们了 在三四个月前 我说这个课本来是三十个小时 今天上到现在 已经 已经上了六七十个小时 还没完 所以代表我的心胸真的 我不怕 不怕给各位 我只怕各位没有学好 那没有学好很简单 没有学好我们不是都有视频吗 那你就找时间 只要你愿意 你就找时间 看多看一遍 多看一遍 人家说一回生二回熟嘛 三回就下熟嘛 你就 很拿手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进入我们实际上的软件来操作 那软件操作完以后 我们开始来讲解 真正要到客户家里面 叫做扬载诊断步骤 一项一项的 要如何来去做一个很完整的 这个诊断跟布局 你的所有的解说要让客户一直点头 那我们出去服务的 这个目的就能达到 因为这个行业 几乎都是靠人介绍人的 你在你的店里面挂一个招牌 没有用 没有人会找你 因为大家都是靠熟人介绍 才能够有诚意的 那要告诉要问各位 我们开放适用的账号是几号 888 888是这次2022套上课有用到了吗 其他的是999是全部 好我们就用这次会用到的 4个8 然后不用密码 那这个 5830 你们注意听 你们不要跟着去动软体 因为听我讲完 你们要去玩软体 时间多的是 要很仔细的听 好那我们现在 这里有三个牛 一个是传统模式 就是这样 一个是大图模式 大图的模式 那我看一下那个 这里是 有没有大图模式 这里是小图模式 所以小图模式的话 你就按一下 这里比较小 但是我一般 如果软件多的话 我就会开传统模式 因为传统模式后面 传统模式的后面 后面有这个 有没有 比如说我们要 看室内罗盘 那你要 按这个 他就有这一套 罗盘的操作说明 但是 目前 这个是简单的操作 但是这个罗盘 这一套软体 已经改了 改了这个里面的内容 已经多了 多以前 我录的不知道 多几倍出来了 这个 他的内容 所以 我是打算今天讲完以后 我过几天才会把它丢到这个F1 那Fi 所以 所有的软体 只要你们不会用的 你们大概都可以看后面 就是按 按这个操作说明 那这个操作说明要记得 他是在 传统模式这里 他是在这里才看得到 尤其在大陆有很多 朋友都不知道 那都会说 到底这一套怎么用 怎么用 因为他都停留在 小图模式跟大图模式 真正要看操作说明要在这里 那因为 以前都是 做那个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操作说明 有没有 这里都有一个百度了 以前没有百度 只放在 Google跟YouTube 那这两个大陆都不能看 所以最近 我看看能不能看 阿琪有了 已经可以了 阿琪已经坐上去了 所以代表 如果不会操作 你们就到这里来看 好 那现在我们进入这个 罗盘室内规划 好 这一套里面 有几个重点 我们先看这个 这里面有一个室内设计图输入 一个叫做室外街景图输入 这个是属于高德 就大陆在用了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功能是在 洋载六大派布局解收 那接下来有一个叫做Google地图使用 我先来解说这几个功能 像我用最多的当然就是室内设计图 因为如果你一个月有 有五张设计图 有五个人找你去看房子或者是要布局 那你就要把这五个人的平面设计图 通通用手机 就是把它放好以后 用手机把它照下来 然后把它存到我们的这个电脑 存在手机也可以 存到电脑 如果你要做成一个设计案 我是希望你们 我把它做成电脑的 像我现在在展示给你们 就是用电脑在展示 用手机的话就在列印上就不方便 所以设计图输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系统 那接下来Google接景图 我们等一下再试验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 洋载六大派的布局解收 这里面近来 这六派有没有 一八载明镜二乾坤国宝三三远全空 四辅星水法五九宫飞星 六二十四福德 这个都是叫做礼器 这个都是叫做礼器 行家是完全 这个叫做礼器 所以看房子 软头没有礼器就不完整 如果只有礼器没有软头也不完整 所以我们行家展演法 大概也了解了一下 最主要就是要来看礼器 礼器这里你随便一按下去 都是我们这一次上课的讲义 那你有了电子罗盘这套软体以后 你随时都可以进来查资料 有时候你到 到那个客户家 哇真的 想要去找出某一个图出来 跟他解说干嘛 刚好你没有带你身上没有带这个资料 你就可以点这个 点这一些 这里面都有很完成的一个图 或者是文字的解说 那接下来红色的这个地方 这里地方就是视频 视频我已经叫阿奇 已经把它做成大陆的地区 就是去按百度这边 然后大陆以外就是看YouTube 那你就直接 比如说我想要看这个叫做八载明镜 规划布局 我们就一看 进去你看就有了 那因为这个是在线上 所以你如果有很多人在看 线上可能就会速度比较慢一点 听不到声音 这个就是属于影片 我们这六套系统 六大门派都已经讲过了 一二三四五六 六大门派都已经讲过了 所以你们要了解 在哪里找资料就是就OK了 在哪里找资料就OK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讲 设计图输入 那你就点选这个设计图输入 那点下去以后 这里不是有很多 这个叫做设计图输入 你就要点这个 那这个就是要让你调 做什么像什么的 那这里叫做 楼盘楼盘楼盘按下去总共有六 我有设计六个楼盘 你可以在这里选择在这个选择 那可以调整楼盘的大小 好那接下来当你设计图八大方位都定位完以后你就可以说我要用八载明镜来论断跟布局 就按这个 那如果要用乾坤国宝就按这个 三远玄空就按这个 然后呢 这个叫做 九宫飞星 贴下来 二十四伏的 好那现在我们随便输入一张 那输入这个 你要记得 你看看你在你的桌面里面你要去 设定一个 资料库像这个叫做资料夹对不对 那我就 我习惯在桌面上面就会设计一个叫做裸盘平面图 我就点下去 点下去以后 这个是 我收集的 就去看了几间的一个房子 就是 这样的一个 图 比如说我那天去看了这一间 我就点进来 就去点他 那这些图怎么来的就是 你 手上拿到的 哪一间房子的 这个平面图 那你就要用手机 或者扫描 把他扫进来我们的电脑 桌面 那 像我把他扫进来以后我就直接点电子裸盘式对不对 你应该写说这个人是谁的家 某某某的家 然后就开出来开出来是不是在这里了 那变成说 至少你一定要标他家里的 北边在哪里 因为这才可以让你 你看 现在 这里并不是北边对不对 现在我们这里是什么边 这里是真正的北边 但是这里是 楼盘这里是西 所以我刚刚强调说 平面图一设计进来 你一定要有一个 绝对的方位 要有一个绝对的方位 北边 或者南边或东边你一定要设定好 那你才能够 转楼盘来去配合他 那这个楼盘 这里有一个叫做天心线 有没有看 天心线就是要让你按 按了以后你看到现在楼盘在这里 你按了以后看楼盘会跑去哪里 楼盘就会跑到这里来 就是会把 这个楼盘 放在这一间房子的 正中心 那现在开始我们要来调整 北 北现在是不是在这里 那我们要把零度 调到这里 这才是符合我们 真正的八个方位 那我们要用 用人工的方式去调 那你 至少你要知道 这里是 这里既然是北 那我要问一下 这里应该是什么 东南西北 这里应该是什么 如果这里是北 这里是北 那做应该是做什么 有人说做西吗 好 那我们 做西的话简单 我们就把 我们就把西 这里不是有一个做吗 做就等于在这里 那你就去调整 调整 做西 做西 有没有答对了 现在看起来 是不是 北边 已经靠近北边了 好 那现在 是不是答案完成了 那这里既然完成了 我们就要来 分析 他这个ABCD 我们这个都可以移动 我们现在 把它移动 这里不是有 C的房间 然后呢 B的房间 然后E的房间 还有D的房间 还有客厅 我们总知道说 到底什么命挂的人 我们要配给他在 B还是C还是D 还是E 对不对 这才是符合我们要的 发展明镜的一个目的 所以 我们就把它 天心线 画起来以后 了解 某一个人 他是 要放在哪一个房间 那现在 发展明镜 的一个内容 他是做 西朝东 罗盘 1 我们现在点罗盘1 那你说这个罗盘我看的不清楚 我们可以用这个 罗盘2 罗盘2看不清楚 我们可以用罗盘3 这个就比较清楚 但是清楚 后面的 他不是透明的 后面就被你挡掉了 那我们就用罗盘4 然后呢 用罗盘5 那一般我觉得最清楚的 就是罗盘1 那接下来罗盘可以放大 你就按这个加 然后再把天心线按一下 他就会 切齐了 那图片 这里不是有一个图片吗 当然你如果说我不要看那么大的图片 我要小一点 那你就很简单 小 小 然后呢 把罗盘也调小 然后呢 滑动一下滑鼠天心线 他就又对齐了 那一般我们就尽量来就是图片把它弄大一点 比较好看 天心线 好那接着 我们就按一个八载明镜 记得他是坐东 坐西朝东 八载明镜 那我们就滑鼠往下 有没有 坐西朝东对不对 坐西朝东 他叫做西市宅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 这一间房子是 坐西有没有 坐西朝东 那西方 西方在这里 这个图西方是 符位 如果 你的办公桌在这个符位 他会感应 什么样的现象 所以我们就看 这一章有没有 坐西 西是不是更有心 他是符位 就是符位 好那如果 如果是西北方 西北方是不是生气 生气的话 在这里就是可以感应到 具有活动力 生意能力也强 办公桌书桌房间 这个就是要让你知道的 你要去论断的这一户 看到他的房间 放在 他的生气位 那你就可以 用这一段话来帮他做一个论断 如果是在祸害 当然就 要请他注意 有这些毛病 在 东北是延年方 会感应到 怎么样的一个现象 对不对 在绝命方 当然就不好 那六杀方 不好 无鬼方 不好 天一方是好的 那 你就可以按列印 按列印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列印对不对 那列印出来 就会像我那一天 投到我们的群里面 就是代表 这一个家庭 他的格局 他的格局 是做西朝东 如果用八载明镜 他会有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那如果我们把他调换 乾坤国宝 他就会 因为房子是同一间房子 但是我们要用乾坤国宝来帮他论断或布局 这里就跳出乾坤国宝的图 然后呢 这八个方位 乾坤国宝不是在谈说什么 这个叫做 先天随 后天随 宾客随 虎卦随 对不对 这一些 那这一些的内容 对不对 八个方位都在这里 都有了 肯方 是天节位 正方是暗节位 迅卦是先天位 然后离卦是 客位 坤卦是虎卦位 夹是中天位 要杀方式 事有程序 接下来门呢 门 因为他是坐 西 坐西在这里 坐西对不对 坐山是西 所以他的 坐西 我们要看他的门 如果有开到这几个地方 因为是坐西 开到 有就是换的 这个 天节 那开到 虚的话 地节 开到坎叫后天水 开到瘾叫小人 开到辰叫地节 开到讯事先天水 好 开到四四正要 所以代表 只要门开到 这几个地方 都不OK 那开到什么样的 开到什么样的门 就会有什么样的 现象 开到 先天位 就代表会损人丁 对不对 开到后天位 开到正要方 开到天要方 开到地要 开到梗门 所以 我们只要把它列印 这里不是有一个列印吗 你列印了以后 这个就是一份很完整的 运用 乾坤国宝 的概念 去帮助 各位 去 用这一套 学问的系统 去论断这间房子 好的 好坏 未来要开门 或者未来要 做什么样的布局 要避免掉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答案都 都很清楚在这里 如果没有 这一套软体 帮你整理好了 你是不是要去翻讲义 我很难相信说你有办法把这一次的课程都 记在脑中 我已经教那么 多次了我也记不起来了 因为我有软体让我靠 当靠山我根本就不想记了 因为我要列印出来 到客户家里面 一个方位一个方位去做 每一种 每一种派系的 一个判断 跟解说 这样叫做有评有据嘛 客户也能够 这一份资料是要留给他的 他一定会很高兴 你把 我的家 竟然用这六派 来跟我分析 我发觉 某一派 在布财局方面 或干嘛 或我买东西回来以后不能摆哪里 一目了然 你看你只要这个大概都是只有 两张A4三张A4而已 那六派也才是八张A4 你把它列印出来 整理成一本 规划书不得了 全世界还没有老师能够 做到像我们这么细腻的 这个是属于乾坤国宝 那我们用三年悬空 我们就点三年悬空 因为现在还是八运 所以你只要点八运 三年悬空到九运 你看这里点下去 他有告诉你到底是要 论断九运的还是八运 那我们现在看八运 八运以后 八运 能判断八运是看这个 在中宫里面有八 就是八运 那他家里面他是做什么 作息有没有这里是不是有写作 作息朝东 那这一套系统里面已经告诉你 这八个方位 像这个方位 是叫做四三的组合 这个方位叫做九七的组合 这个方位叫做五二的组合 他都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 五二 他是零神加五黄 如果床安在这边会怎么样 梗挂 东北方 因为东北方是 七九 所以可以开龙门 可以坐客厅泡老人茶 正方 既开中门 迅方 既开虎门 黎方既放瓦兹炉 坤方既开后门换劫彩 对方 双星道向可以 做这些 配备配置 前方既开后门 中宫 可以点一盏灯 好那要防止屋内 及外煞的行煞 因为 这个房子 东南方有二五同工 好现象的时候 好是这样 但是 私运的时候 就会有这些 现象出现 所以我们有讲过 只要 号码的五行 是相克的 我们就要用 通关的方式处理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帮你 一五一十的把你分析出来 我没有办法 每一个条件都讲 你们 有时间慢慢的去体会 你就把它印出来 先量你自己家里面 把你家里面现在所住的房子 八个方位都定位好以后 把这六派系统 全部 印出来 因为你是住在这边 你用这六派去做印证 你是不是得到一个很好的经验 而且 有没有这种现象 你自己很清楚吗 当你自己很熟的话 是不是一回生了 一回生你只要 善用这套软体 把这六大派的系统 通通印出来 是不是有等于你 你用了六种学派 再诊断一间房子 好那你接下来 再去找 你最亲近的亲戚 兄弟姐妹 你再帮他做一份 然后再去找第三个 你是不是有三个案例 实际上案例的 那你就知道 这六派系统里面 你比较喜欢哪几派 未来你去 帮客户做任何的服务 你就用那几派 这个就是要透过练习 你听一听 如果你没有亲自把它印出来 没有亲自去把它操作一遍 我跟你讲 还浪费时间 因为你 你永远没有办法进入 实际上去帮 去到客户家 要怎么去做 做一个论断跟建议 所以 软体 都已经把答案找给你的 当然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但是如果有七成都 不错的话 那表示我们不会害人了 至少 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学理所学的 去 去做规划建议 就不会害人 那接下来 这里就又有说你是 住 住在几楼会比较好 他这里都有一些建议 这里都有一些建议 那这个是八运 那你说我想要看九运 没有关系 你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你就点九运 九运就是明年的2024年开始 你就点三年悬空 没有没有还没点 但点三年悬空 九运 有没有这里是不是跳九出来了 这就是九运了 那三年悬空 到九运 他要走几年 走20年 所以代表这一套软体 你只要 从2024年以后你点九运 你就可以连续24年都可以用九运的方法来帮人家布局 六大门派有冲突的地方 有冲突当然是有 所以我说 六派里面你如果能找到三派 都是好的 那就是那个地方就好了 因为你有学六派 那代表 取多数诀 取多数诀 当然了六派一定会 有三四派都不一样的 但是因为坊间就有那么多派 所以我们必须 告诉各位就是 你去学的那么多老师 每一个老师都说 我这一派最厉害 黄恒玉到现在都没有想说我哪一派最厉害 我真的一点都不厉害 我吹牛最厉害 所以 你们听我吹牛 我吹牛最厉害 所以我不 去评断说哪一派最 最准 因为到目前 使用起来最顺的 我只能跟你讲说 最顺的是哪几派 我用起来最顺 那最顺也不一定是最准 那三点悬空 接下来我们再去点辅心水法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 同一个平面图 那你看辅心水法 他是做 有 这里就要来复习 作有 像 毛 好 作有像毛 那如果我们在 作有像毛 如果我们在 这个叫做 隐方 在这个 因为 这一派系统是不是这个叫做地盘 那这个叫做天盘 我们要看 古星水法 是要看像对不对 那是要取 天盘的角度 还是地盘的角度 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这一派 这一派量出来他是做 有 像毛 好 好 那 现在 如果有一个 水 引水机 他是放在 天盘的 引方 也就是 大概在 65度的左右 这里是65度 好 那好不好 会有什么现象 就放在这个65度这里 好 那他会有什么现象 不好 不好的话是不是要 号码 上面号码 他是 像 他是像 毛 上面是不是三 那 他的天盘是九 是不是银 那是不是叫做三九 那三九 我们是不是要去找三九 叫做文曲 对嘛 所以 天语很厉害 他一下子就看出来 表示你有学到位了 那其他的人可能还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的话 你就要回去 怎么样 回到我们这个软体里面 的一个功能 是不是有一个影片 或者你们不是都有下载到你们的 hard disk吗 就是硬碟里面吗 那你就要把复兴水法的 这一堂课 再去把它 看一遍 你就知道这一派 的用法 因为没有人那么厉害的说 我只听过一遍 尤其是小白 只听过一遍 我就很拿手 我已经听过好几遍 学了好几遍 也教了好几遍 我都 不一定很清楚 对不对 何况有没有接触过的人 那你必须 真的要多看几次 这个叫做 复兴水法 这一派 好 那复兴水法谈完以后 我们 谈一个 也是在全球 使用最多的叫做九宫飞星 因为 九宫飞星今年是 2003 所以 为什么九宫飞星 全球的老师 央宅 央宅风水的老师 最多人在用 因为他 九宫飞星就是 三元悬空里面的 一个 部分 他就是 靠 单 单位号码 像这个 今年是不是 四入中宫 那明年会多少进入中宫 明年 明年换 换几入中宫 三嘛 往后退对不对 三入中宫 那 有了这一派学问以后 他就可以套 命挂 像这一个 这个是实际上的 方位图 因为这里是西方 所以这边一定是东北 但是我们原来的九宫图 这一边固定 是什么方位 我现在打勾的这个方位 在我们原来的 九宫图里面 这个是什么方位 是西北嘛 所以要记得 我们这个图都已经转过了 就是以实际上 做 这个是像 所以 已经转过了 所以会 你们如果不小心会说 这里是西北 但是明明我这里是有写东北 东北才叫做 破败位 那西北 就是五方位 对不对 好 那 为什么说很多老师 会用这一派用最多 是因为他每年 这九个方位 123456789都会不一样 所以 他在帮人家调理 洋载风水的时候 他就会根据 九年九宫飞星 去判断他家里面 成员 或者 方位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学过九宫飞星最重要的 第1差的 1号到9号第1差的是 我有写过 排名给各位看 第1差的是 是哪一号 是几号 5号 第1名是5号 最后一名 就是最差的 再来是二黑 好 那因为5号 今年 2023年是在 西北方 好 那在你家里的西北方 可以放 最简单的化煞物品 是什么东西 2黑5号通通可以放 可以放的东西 5D钱 5D钱 对 铜铃 铜铃 5D钱 铜葫芦 或者是 对只要是 铜的东西都可以 那因为 抽人买晒 二黑5号属土所以你放铜的东西是会把那个土的力量 把这个5号的 气把它卸掉因为叫做 被5号生嘛对不对 土生金嘛 所以用那个也可以 那用安人水也可以 但是方便我想用 用那个铜铃铜葫芦这些 就OK 那 就到上海去听说现在 他最拿手的就是 九宫灰心 像我是6钱命的 他其实在几年前就断我的时候 我在2023年要注意 因为 我是钱命的 那钱命是不是配一个5 那叫做 6钱命5房到位他就会有什么现象 他就用这一派 那这一派 这一派的意思 就是 2023年 我们 只要把这个 位置记起来 如果是对命的人 那今年是不是 不错偏才 那如果是 离命的人 今年是 大才位 那如果是 东南方 是 是3 那 走到3 你的本命挂走到3 就会有什么现象 为什么这一套 因为这一套最简单 所以印证 利语也不错 所以我这个张老师他在上海真的 靠姓名学还有 九宫飞星 加上 人命的诊断 哇 真的左遍天下 没有一个说不准的 所以这一套系统 各位好好的 把它了解一下也不错 那下面就是要告诉你 如果 你的本命挂 走到 100贪囊的时候 大概会有什么现象 都写在这里 那你如果要催旺的话 自煞催旺就是用 因为他是 成人事业有变动 增进热恋爱情 我们就用粉水晶 那走到并浮星 就可以用 二黑五黄 都是用统领自煞 那走到四灰星 三壁赤游星 三壁赤游星就是这个挂的人 哪一个 什么命的人走到 是非星 来看到这个 九宫图 什么命挂的人 2023年会走到 是非之星 看这个图 三镇 东南方嘛对不对 是不是三镇 因为是非星在这里 所以这个会 我希望你把它印出来 印出来一样 装订成册就交给客户 那教他说你是什么命挂的 你今年走到 你今年刚好走到四律 你就念 这个给他听 走到五黄 就是念这个 然后这个是人对人 人对 这个叫做羊仔 羊仔的方位 在五黄的这个位置 西北方就要调个统领 那你是不是有生意做了 因为他会怕 如果说我没有去 没有挂这个 那可能就会 疾病会染上身 所以很显然的 我今年身体比较弱一点 还好 我公司 家里我都有 早在年初 节气到了 就是过了 春节以后我就有 在家里面的 三镇跟 六前的地方都有挂统领 所以 如果有病痛 也都是小事 那如果没有挂 有可能比较严重 但是没有事不知道 但是我就发觉我学到这边 我当然要 要注重一下 这个都 123456 六白星到哪里 对不对 还有七破均星在哪里 要用什么样的 这个刺杀开云物品 如果他买了 这些东西 他买了这些东西 他说 他会问你说 那我明年 这些东西 像我 像我挂的统领 我今年是不是挂在 这个西北 西北挂一个统领 对不对 西北方是五皇 那明年 明年要请他把他丢掉 还是把他移到什么方位 九皇是不是会变 一到西方 西方呢 明天就 没有明年是变成一到西方的 对不对 对 对嘛 所以他买了一个统领 九年 全部都是只有在他房间里面的方位来互换 所以这个生意 铁定 你只要 提出这个建议案 把这个 这个报告 就这份报告书印出来 我跟你讲 你去 你一年如果有20个客户 让你去帮他看良宅 铁定他都会买几项 因为有严重的 好的星不多 坏的星 二黑五皇是不是都需要 还有 七破败也需要用 哦 那他家里面买了三个东西 可以用 一辈子 他这个钱一定会花嘛对不对 所以代表要做生意 就要有思维嘛 既然他请你去他家里面规划 他当然就是有需求嘛 那你不能跟他讲论一论 论一论对了 你又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他找你去干什么我都搞不清楚 所以有很多老师不敢卖产品的 其实你这个做做半套而已 因为你提出问题的 也中了 那为什么 你还不提供解决办法 那你 他会说 你会叫他说你去上网去买 上网买 你要跟他讲说上网买买到的东西有可能 品质上或者他的 能量上是有负能量的 如果跟我买 你至少 我们讲到奇门顿甲的时候 我们过几堂课讲奇门顿甲 有一个叫做 九字真言的开光方法 你只要学这一招就好传统的道法 你有学更棒吗 如果你都没有学传统的道法开光 你就用九字真言来 开弩品上面做开光 那客户 听到你说哇你有开光 他就不敢到外面去买了 那你想要赚多少 赚他多少钱是由你来决定 所以这个叫做思维 所以为什么 有人学这个 花了10万块学洋宅 他不到一年 赚了500多万 花10万赚500万 有的人花10万5年连赚1万块都没有 有可能 因为你没有用 你也不会用 那我今天 很务实的告诉各位 这些软件 就是已经把所有 该注意的答案 通通已经在这一套软件里面显示出来了 你只要会操作软体 而且会 按照软体上面的文字 去做 诠释一下 不能照念 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念 这样会 被看破手脚 你就要整理出来 九字 星 到来 你这个 工位 不错 你这个工位 不错 但是 要注意 如果 不举不当 可能会有一些破财 或者身体 病痛 那 谈到这个好的先讲 对不对 他有喜事来临 但是不举不当 不举不当就是乱摆东西 九子 庆星 我们来看一下九子庆星 在哪里 九子庆星是不是在 在哪里 九在哪里 在北方 在北方 九子是在北方对不对 因为我这里没有写北方 好 九子庆星在北方的时候 那所谓布局不当 布局不当你就要把 这一个 这一章 念给大家听了 北方是不是在这里 这个叫奇门师害 所以我们很厉害就是把 所谓的 九公非星是属于羊仔的一环 现在竟然把奇门顿甲 套进来了 因为奇门顿甲就是要让你检查他家里北方 是摆了 哪一些东西如果他北方摆了这些东西 塑胶 品 绳索 木我刀剑 医疗仪器 或者遗照 或者是 遗照有可能 有的人很想念自己的家人 把祖先的遗照都挂在 挂在北方 那就代表 奇门师害 那就是等于 九子庆兴里面的布局不当 那则有病灾破财 顺丁的 所以这个报表你只要列印出来 这里就是 破解的 这里 这里就是破解 有没有这里解释害啊 你看一下这里 哪一个工位有问题 就 在那个工位贴 上面的字 那刚刚北方有问题就贴 乙丁 害氏 如果前工有问题就 贴丁未成天兴 所以这个叫做 九宫飞星 这一套系统 列印出来的 一个 报告书 那九宫飞星讲完以后 我们再讲24胡德 这是第六种的 那我们24胡德 来 这个是不是 作有像毛 那我们看一下 作有像毛 我们应该要把哪一个字 调到胡德 你看同一张平面图我们是不是用六派系统都套进去 可以论断 可以建议它布局 是油嘛 所以我们的电子楼盘已经帮你 都做好了对不对 怎么又跑掉 这里是作有 对准胡德了嘛 那现在24个方位 好坏是不是都已经列在这边了 那这个 你只要列印出来 有文字说明 只给他看 只给客户来看 你现在 大门是开在长定的位置 那怎么来化解 那如果开在官柜是 是不错的 开在哪里 你看 这个是不是全部 一五一十的将24三的好坏 因为我们这一张图 都已经 按照他家里的这个方位 都把它 定位好了 纵然有学过这个24胡德 如果没有我们这一套 软件的话 他要整理出 这样一份报表 我想也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但是 对你 对已经很熟的人 只要五分钟 这个报表马上产生 所以 这一套 系统其实 说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好 那这个 部分 我们就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因为一个 一个半小时的 我们 录影不要录那么长 我们等一下 在 同一时 在五分钟再回来 我先把它关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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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